南加侨界团结一致 在海外致力于提升中华民国国际能见度 今年共有29位侨界领袖 获侨委会聘任为侨务咨询委员 侨务顾问和侨务促进委员 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龚忠成 特别代表吴英义委员长颁发聘书 同时也颁赠感谢状 给去年举办双十国庆活动有功的团体与个人 侨务荣誉职人员聘书 估计国庆友公团体奖状颁发仪式 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热闹举行 并由公中成处长亲自主持 包括洛桥中心主任梁崇礼 陈桥中心主任高家父及多位侨务委员 都到场官礼祝贺 能获聘为侨务荣誉职人员 不仅是肯定更是光荣 公处长也期许这些新聘 及许任人员担负起侨胞代言的责任 畏维护中华民国尊严及主权努力 能够代表这样一个国家 对我们在海外的侨民 颁发这样一个证书 我们相信这个是非常的值得 让我们海外侨民 也一直会感到很光彩 那当然有这样子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海外的侨民 作为他海外侨民的新生的一个代表 我相信这也是会让他们觉得说 同样的一个光荣 南加地区这次共有29人 获聘侨务咨询委员 侨务顾问和侨务促进委员 韩瓜传统侨社 新侨以及月简聊代表 此外公处长还颁发感谢状给25个侨团 感谢他们将101年国庆活动 筹办的精彩多元又具创意 让侨界级主流深刻感受到 中华民国的软实力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